這條你可以屈數的 如果你是比較弱的同學 你就當A叫1 叫1好像不太好 叫9 如果A叫9 那條題目就會變成3開方9 over 2 -A over 4乘9 全部按到機器了 這條純錄機都可以計算到 就是9 over 2 A是9 這條你小心點 你本身開方要刪斷 然後這條要刪斷 應該是這樣的 好,下面是6 那就是3 over 2 所以算是3 那你就看看哪個答案是3 這個是3 over 2 這個是3 這個是6 所以答案是C 你這樣屈數 但是如果你想學這個 Square root的處理 我覺得是學了也好 那首先處理這條先 這一條呢 我們這樣看的 就是A over 開方4乘開方A 那我想你知道一件事 就是A除開方A 其實就是開方A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呢 想一下這個開方A是什麼 開方A就是開方A 對不起 這個A其實就是開方A乘開方A 對不對 A可以這樣化的 例如你5 5就是開方5乘開方5 所以它這兩個 弱了之後 那就剩開方A 所以這兩個這樣弱 是可以弱到做 上面剩開方A 然後呢 然後呢 現在呢 我們就會是開方A over2 那你就抽 common factor 抽個開方A出來 那就剩下3 over2 -over2 這個common factor 抽出來 而這個呢 就是 1 所以答案就是 C